最後的話就是刮鬍自竄清除 最後我希望多一個叫做 叫什麼 刮鬍自竄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用到 所以這裡的話我再增加一個叫刮鬍自竄 然後我這個地方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instry 那其實主要這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呢 VBA本身也有自己的函數 它跟Excel裡面的函數是不相容的 不相同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在VBA裡面做 Excel公式裡面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第一個你要想到說 VBA裡面到底有哪個函數 可以幫我找到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錢刮鬍這個東西 那我要怎麼撰寫 第一個我可以 那如果你不知道說 Excel裡面有哪些函數的話 你可以打個VBA點 有沒有這邊打個VBA點 它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VBA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其中有一個在instry 所以你大概找一下 這邊有個instr 那它會問你說你要去哪邊找 我要去這個好了 假設我一樣是幫我找一下那個A3儲存格 A3的話我一樣用Sales Sales 第三列的A欄 第三列的A欄 是這樣寫 然後找什麼 找錢刮鬍 所以我找一下錢刮鬍 看有沒有錢刮鬍這個東西 當然找到之後的話 它會找到應該是3 那一樣找後刮鬍放在B好了 所以A跟B是自己產生 自己增加的一個變數 那為了要儲存就是找到資料 比如說3跟9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再用MID 這個MID是VBA裡面的MID 所以一樣VBA點裡面有個MID 不過你不加VBA點也沒關係 然後呢 一樣就是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先把它清掉 這個先清除 然後把A3 這個A3裡面的資料都刮鬍 那刮鬍在哪裡 就是A加1嘛 A加1指的是什麼 前刮鬍的位置的下一個字 那幾個字 B的話是後刮鬍的位置 減掉前刮鬍的位置 這個跟剛剛公司氣氛一樣嘛 然後執行你會發現 第三屆冠軍就輸出了 OK 你會發現 這樣推應該可以知道可以做出一個 可是你第二個怎麼做 第二個總不可能說再來一次吧 再複製一個 然後下面的話應該就是第四吧 所以貼上 你說再來把這邊改成四 這邊改成四 然後哇 改好多 那這樣可不可以下一個出現 下一個其實會出現 我看應該OK 執行 這個有了 那下一個 下一個總不可能再貼 所以呢 不需要這樣做 那怎麼做 一樣嘛 就是在這個上方先增加一個迴圈 這個迴圈跟剛剛一樣 4i等於第2列到第10列 所以4i等於2到10 一般習慣會Enter兩下打個NAS NAS是下一個資料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就把這三行移到這個4NAS裡面 那一般習慣會再按個TAB 把這三行按個TAB TAB的話表示它在這個迴圈裡面做的動作 如果你不加看起來會比較沒辦法看出它的階層 所以建議一定要加 底下的空白就拿掉了 好 那最後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這個程式就完成了 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改成I 這個改成I 好像有四個地方吧 就把3改成I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還要考慮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我現在從3是有刮斧的 可是for I的時候 I從2開始 可是2裡面沒刮斧啊 那沒有刮斧會怎麼樣 沒有刮斧的話 如果你用In3 它假設找不到刮斧 它回來會是0 所以呢 A如果是0的話 那B也是找不到也是0 所以如果假設幾個字的話 它這邊一定會出錯 什麼地方出錯 也就是0減掉0再減1 它這邊長度是-1的 那長度沒有-1這種東西啦 所以呢 會有一個錯誤啦 那在那個公式裡面 我們用ifl 可是在VPA裡面 我如果要加一個邏輯判斷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輸出的這個 A跟B下面這邊加一個if 以後如果你要在VPA裡面 加一個邏輯判斷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加if if什麼呢 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去做切割字串的動作 就是當A跟B不等於0的時候 其中一個啦 那所以我用A來代表 不能是0 A假設不能是0 不能的話 在VPA裡面不等於的話 記得喔 小於大於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0的情況下 空一個然後 then 你才能去做下面的事情喔 OK 習慣上喔 會在if的下方的結束地方 一樣打個and if 反正有頭有尾 反正有頭有尾啦 所以它有點像一個閘門 如果A呢 假如它不是0的存況下 就是說不是0的情況下就是有刮鬍 有刮鬍的情況下才會去做下面的事情 一樣這邊習慣按個TAB鍵 那可是如果A等於0呢 A等於0的話 它就從旁邊過去不會產生任何作用 OK 所以喔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那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OK 那這樣得到的結果呢 就跟剛剛結果好像一樣耶 那有沒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 如果空的 它也不會放公式 也是空的 那如果有資料的話呢 它就放資料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一樣在這個地方 再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地方 記得喔 加一個什麼 這個叫刮鬍自串 我們剛剛寫的 叫刮鬍自串 所以呢 先選取這個 然後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把這個按鈕3 把它改成叫刮鬍自串 那這樣OK了 所以最後VBA的部分 清除 輸出公式沒問題 輸出結果的話呢 看一下 這樣也沒問題 這裡面是輸出我們要的結果 這一段程式嘛 在雲章上也有啦 所以細節可能 最難的應該是這一段 再試一下 那記得最後要繳交作業的時候 恐怕要注意一件事喔 你存檔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另存新檔 檔案的那個 存檔的類型 記得一定要是啟用聚集的活頁庫喔 那你要記得一定要是交這個喔 不然的話你的VBA跟聚集都會消失喔 而且救不回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那存檔之後的話 那就繳交這個 就是今天的作業 那特別最後再跟各位講一下 下個禮拜給各位做那個期中報告 所以下個禮拜原則上喔 我們不上課 OK 所以你們就是花點時間喔 把這個前面所講的喔 交的做個總結好了 前面講 如果假設你有一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啦 回去喔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那個 之前的錄影 或者是前個學期錄影都可以 另外的話相關的程式嘛 一樣我有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像剛剛這一段有沒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 這邊也有一模一樣 有沒有第五頁 我剛剛打的一模一樣的程式 OK喔 我是拿這個來改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可以拿這個 在第五頁這一段 試試看喔